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这大约至今约一百七十年前 在纽约不远的哈德逊河 不管怎么说 船还是停留在帆船时代 我所做的一切还不被人们认同呢 好奇心强的纽约孩童 笑话富尔敦 可是富尔敦并不在意 因为在孩童时代喜欢梦想的富尔敦 已经习惯了被人笑话的 哪个人知道这题的解答呀 不 站住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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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儿敦 你在想什么东西 你这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让大家感到那么头痛 你呀 我看你大概是 富尔敦别再空想了 安静点 就是这样 富尔敦学校的成绩也没什么变动 同学们也狠狠地戏弄它 富尔敦 不行啊 这边不算 为什么不能空想呢 空想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啊 富尔敦除了空想之外 绘画也很喜欢 对念书一点都不行的他 在绘画上却相当的好 因此他也想着将来长大要成为画家 可是在他毕业之后 却在街上的宝石店工作 尽管这样 他还是没有办法忘情于绘画这件事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是不是合我戴呀 我决定了 不干宝石商 去画画去 就这样了 一定要到英国去接受正统的教育 画出伟大的画来 然后 就这样 富尔敦到英国去接受绘画教育 可是去了之后 吓了一跳 在当时的英国 正值产业革命 每天都在发明新的机械 成立新的工厂 富尔敦睁大眼 看着这个充满生气的都市 他完全被击倒了 哇 好棒啊 到现在为止 谁也没有想象到的发明 你已经发现 将要会被发掘出来了 今后将是机械的时代 机械的时代 决定了 今后不再画画 我要做一个发明家 对 发明家 这是实验中的蒸汽船 虽然那个时候 这只是起步 但各地都在做 对蒸汽机来发动船的实验 原来那个就是 传说中的蒸汽船啊 那么 我也来做一个 蒸汽船的发明家吧 就这样 富尔敦向蒸汽船挑战 但是如果没有他的空想力 这件事是不可能成功的 船这玩意儿 一定要在水上行动嘛 对了 如果能在水中行动的话 那也不错啊 富尔敦最初想到的 就是世界上最初的潜水舰 而他被取名为 鹦鹉罗号 在设计图被汇出的时候 他就远渡到法国 去卖给当时的皇帝 拿破仑 这就是能在水中行走的船嘛 富尔敦啊 是的 福尔敦啊 你肯定这船是真的能动吧 有史以来 船只能在水面上行动的 这是不便的道理 嗯 不管了 就制作能在水中行走的船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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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能造出什么样的东西 富尔敦想象中的鹦鹉罗号 长七公尺 在水中行走的时候 用手转螺旋桨 在水上行走的时候 靠樊行走的潜水舰 接着就是下水典礼了 向拿破仑皇帝陛下致敬 可惜的事情 世界最初的潜水舰最终还是失败了 虽然这次的失败 但是富尔敦并没有气馁 豁然的忘了失败的事 在他的脑中 又浮出了另一艘船来 富尔敦回到美国之后 重新建造蒸汽船 而这艘船是怎么样的呢 各位是有目共睹的 这位小姐你也来了 你怎么也来了 这到底成了什么样子 我也和大家一样的关心的 这艘船真的能浮起来吗 而在1807年的8月 富尔敦的克拉蒙德号终于完成了 船出现在哈德逊河 看呐 成功的浮起来了 但是啊 什么时候沉下去 那才是我的兴趣呢 我真希望啊 他能够一次就壮观的沉下去 就这样 可以想象得出来嘛 因为他是富尔敦建造的嘛 我今天来啊 就是特别为了看着个精彩的场面 给我好好地看着啊 别光想一些奇怪的事 长大以后就会像富尔敦一样受人嘲笑的 那船会沉下去吗 那船会沉下去吗 当然会沉下去了 不会有成功的机会的 出发 开动升级机关 我看这是运气好了 就是啊 你看出状况了吧 这下真不行啊 我说不行嘛 富尔敦那做的怎么行 就是 成了 成了 终于成功了 传动了 传动了 科拉蒙德号 强而有力地冒着烟 开始进入哈德逊河 从小喜欢空想的富尔敦 从那个空想开始 现在已经开花结果 富尔敦的自由想法 完成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船 而告别了靠帆航行的帆船时代 进入了蒸汽船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上第一艘蒸汽船 疑优独播剧场上第一艘蒸汽船 现在已经把他炸兽机 解了 对